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KPL秋季赛就快要开赛了 Hero久经在休赛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一方面是因为未成年的限制 另外就是久泽离职了,大家基本上都是因为久泽才了解Hero的 有久泽的Hero才是真正的Hero,但如今一切都变了 最近Hero的超话大主持离职,运营也卸任,可以说彻底宣告哲戏被清理干净了 久泽曾经是Hero的掌权者,这支俱乐部是他一手创立的,从刺激打进KPL 后来被长澳收购,但久泽也是大股东,久泽的实力无庸置疑 五个冠军,讨厌满天下,都是最好的证明 去年秋季赛复出之后,久泽又拿到了两个总冠军 这也足以证明久泽才是Hero的灵魂,没有谁都可以,但没有他不行 但久泽自己可能也没想到,他投入全部精力的俱乐部竟然被偷家了 以前很多选手都管久泽叫精力,但现在的久泽早就不是俱乐部的精力了 而且能感觉到现在的Hero比以前更半圈,不再是那个纯粹追求成绩的俱乐部了 很多时候都在营销无谓的颜值,其他人表现在亮眼,也无法掩盖无谓的光芒 如果是久泽当主教练的话,以无谓的表现,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替补 现在久泽被排挤走了,包括久泽的一系列相关人员都被清理了 青龙在10月份赛季中期的时候应该也会挂牌 看看新赛季Hero的大名单,除了无谓和酒库之外,大家已经不太认识了 主教练也是没听过的人,整个KPL的大名单,可能只有Hero的最简陋 上个赛季还能拿到总冠军,这个赛季想要留在S组恐怕都是一种奢望 久泽从Hero离开之后,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有人表示看到了久泽在菜市场买菜,或许久泽真的不会再回KPL了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如今的Hero呢?